蜂蜜具有潤燥解毒 甚至有致咳治療咳嗽的功效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 不過今年嘉義以南的氣候 因為比較乾燥的關係 花蜜量不足 造成了蜂蜜欠收 不過在中部地區 卻是蜂蜜產量豐沛 現在我們看到了彰化 園林農會還主動的降價 要回會給消費者 蜂蜜濃郁香甜 年年夏日喝上一口 天然農眼蜜加檸檬 冰水 消暑 解渴又能養顏美容 喝起來非常的清涼退火 然後現在天氣這麼炎熱 喝了之後更有精神可以工作 每到採蜜期蜂蜜們 幾乎都是全家出動 取蜂蜜 採花粉 蜜蜂乳 以往這個時候 夏季蜂蜜採集工作 都已進入尾聲 今年特別忙碌 因為出現罕見大豐收 這幾年多好多了 加益以南因為天氣乾旱 很多果樹呈現有花無蜜 中部則是產量增加 今年我們中部的氣候和水粉 都非常調和 所以今年幾年 幾乎中間三成的 原理養蜂蜂蜜 蜂蜜 蜂王薑和花粉 都是特產 中部大豐收 代銷蜂蜜的農味 還將原本九百CC 賣三百五十塊的龍眼蜜 主動降價二十塊 回饋給消費者 明星 龐志龍 彰化報導 香蜜蜜 芋 芋 芋